花点县议会农业小组下乡考察玉立正公所 听取正公所目前积极规划办理的193观光农场市集 以及花海行销推广申请的简报计划 农业小组都表示很认同 也期待公所能够顺利进行 共同来打造最美道圣 花点县议会农业小组下乡考察来到玉立正公所 听取玉立正公所目前积极规划办理的193观光农场市集 以及花海推广行销申请办的计划简报 郁政长也希望现议会农业小组 在经费上给予最大的帮助 人口数非常多 但是我们过去对于 研民会跟科委会的经费的一些争取 非常的薄弱 那这是我们现在从今天开始 应该讲我从我上任开始 就已经打定主义 这些我们会力拼 未来会力争 也希望各位议员能够大力的支持 这次农业小组在总召邱光明带领各个议员 来到玉立正公所 并且也听完简报也都给予很多的意见交换 也都表示认同 也期待公所能够顺利进行 安排在我们玉立正 以及我们玉立正公所 来了解我们玉立的整个农业的问题 接着考察行程也来到了玉西地区农会 总干事蔡宗翰也向农业小组简报 目前以及未来推广的农业观光 农业小组表示期待共同来打造最美道阵 记者高松双玉立正采访报道